Lio聊世紀 甜甜的龍骨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GEO戰隊對上中國團隊 這場比賽是勢必是團戰阿拉伯 這個團戰經典 非常經典 最後我們來看阿拉伯作為結尾 阿拉伯算是比較平衡的地圖 也算是沒有態度隨機性 正是在用硬實力再來打的地圖 所以GEO戰隊對上中國團隊 看阿拉伯的話也可以看出一些實力的 這個也不算差距啦 實力的這個真實度可看性 因為有時候其實中國團隊也並不弱 GEO戰隊也不弱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 遊牧的表現怎麼差異性這麼大 因為這個遊牧呢 的隨機性比較高 所以沒有辦法判斷這個道對 是打得好還是打得差 好 我們看到哥德爾開局 好 拉了一村 過來看一下 HERA這裡 HERA這邊是一手B 那為什麼哥德爾可以這樣打呢 因為他的織布技術是馬上研發好的 所以血量非常多 那所以HERA看到這邊 對手哥德爾是在開稿 馬上有防範喔 一開局也點下了織布技術 但是哥德爾想要的效果就是這樣子喔 如果你點了織布技術 那就代表我可以一村領先領喔 畢竟我研發織布不用研發時間 但是你一手B要了 所以哥德爾這邊已經有一村的優勢了 那這一村沒有驅趕走的話 這一村可能會到處射HERA的路路 那待會要再拉兩村了 哇靠 又拉兩村過來 把殘血拉回家 哥德爾開局開稿 有觀眾會說外加不是一定要崩逼嗎 為什麼這個外加選哥德爾呢 那以頂尖的高手團戰來說的話 這個哥德爾是要來前期打這個裝甲步兵 還有一村外面開稿策略啊 那還會搭配這個裝甲塔進行壓制敵人喔 這也不是一個常規打法 也不是說常規啊 是以新手來看的話 不是常規喔 但是以高手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有效戰術 等於說這是有效戰術 並不是在殺吉巴亂打的 好 那我們這一把就稍微不多介紹 先來看一下這個前期的開打 那前期的文明介紹 然後雖然我們每次都介紹 有一些觀眾 也是因為看我們頻道的影片 前面的介紹也才入坑的喔 但最近有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繼續再做這個前期的文明介紹 大家也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好 那這邊兩隻村民繼續往前 看有沒有路可以射 那Hera這邊的重點呢 是要趕快把這個路肉趕回去喔 還有把這個大象趕快拉回來 因為哥德人射大象這種野豬喔 傷害非常高喔 很容易射死 所以Hera這邊也不能趕快 釣魚青心喔 幫這兩隻村民走來走去喔 趕快拉兩村去做應對 那哥德呢也是希望有這種想 有這種對方會跟著一起過來打的感覺喔 那這樣子來說的話 Hera就拉兩村過去 經濟力的話就沒這麼好 可能產弓兵的數量就會少一些 那哥德這邊的優點呢 就是要趕快產出哥德的步兵喔 裝甲步兵或是棒棒 而且還有折扣 好 前期打架拿得非常兇 現在兩邊越來越多 現在伊索比亞拉到五村 但是伊索比亞這邊升級喔 會給100肉100斤喔 所以待會升級之後 攻兵還是可以先出個幾隻 找一攻兵出來 哥德這裡沒有打裝甲塔 很容易就被哥德的 被伊索比亞的攻兵給壓制回去了 一定要轉出毛兵才可以反擊回去 因為正常爆攻兵的情況下來說 哥德是沒有太大的優勢的 經濟上沒有優勢 而且也沒有這個射速的優勢喔 伊索比亞這邊還有這個100肉100斤 射點這個異級射也是相當快 節奏來說比哥德是相較之小 哥德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好那看一下那一家是 有選擇了刀者 刀者是法克人 法蘭克可以高速爆速的騎士跟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高免 那一家是高免肉類非常穩定 那外一家 Viper選擇了不列顛 那上方的話兩邊開打是屬於正常 所以我們就先看一下下方這裡 這邊下方是要值得注意焦點關注的 好那一家的靈魂導師 抖一靈魂導師 這個是緬甸人 那緬甸人的話 以阿拉伯來說他要上職程會比較強大 就是個團戰之鬼飛鏢騎兵喔 甚至連西班征服者都打得贏喔 所以緬甸人應該前期不會按太多肉 趕快上職程 好那紫色這邊YO是選擇了法蘭克 兩邊都有法蘭克人喔 那法蘭克人來說的話還是比較穩定的喔 雖然打單挑來說他的劣勢還蠻大的喔 畢竟沒有這個三級射三級工兵鎧甲 會有一個局限性出現 但以打團戰來說的話 法蘭克的屬性就很適合當內家喔 好那這邊看到是非常豬的村民走了出來喔 這個是幾村啦 十二村 OK HERA這邊已經順利點下了封建時代 哥德這裡似乎沒有打算要來生封建時代了嗎 拉這麼多村民黑暗時代也不能去蓋建塔 甚至按這個均印也只能按棒棒 好但是他不知道HERA其實已經點封建時代了 而且有人在挖金礦 好這邊繼續往上走 這個感覺是想要去搞內家 內家是DOT LYX 哥德十三村 黑暗時代 大前襲 有料嗎 這個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好 這裡直接TC爆 有沒有搞錯 TC爆的位置也是怪怪的 直接爆他的馬舅阿 好馬舅這裡要趕快拉村民過來砍村民 黑暗這邊的重點是要趕快拉村民去扁這些村民 哥德的TC爆 而且前面還這樣子打 我不認為會有太大的優勢 有點滑稽阿 完了 又死了幾村 剩下6村 TC蓋好 趕快拉村 繞幹 OK 村民繼續往前扁 把那個馬舅給扁掉 好 家裡的經濟配置稍微微一下 這裡不微的話會舒適 好 那現在 HERA 前期還要再繼續轉弓兵 可能就變成單射箭場轉弓兵 稍微壓制一下這些村民 還有現在哥德的家裡的村民 那待會要趕快升城堡時代才行 不能把太多弓兵 浪費在這個數量上面上 因為如果弓兵數量一多的話 剩時代就會慢 所以HERA這邊應該就是單射箭場 好 看一下上方 OK 上方是一個正常的弓兵對肉馬開局 大家在打天梯的阿拉伯 應該就是這個畫面 爆肉馬爆弓兵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開局 現在是 高緬內加 打法蘭克內加 然後普利天外加 打上伊索比亞外加 好 這邊看一下 這邊有高地優勢 卡操這邊稍微有點優勢 但數量上並打不太贏 快要這邊的肉馬數量更多 直接壓制回去 Viper這一波是打輸了對手 OK 那我們這邊要趕快撤了 那伊索比亞來說 在這個現階段 是可以壓制普利天的 普利天一定要到城堡時代 才可以用這個射程壓制敵人 充電時代完全沒有任何的優勢 只有這個前期的補漏優勢 但是以阿拉伯來說 也不會那麼快 因為這個補漏優勢的關係 高速升到城堡時代 所以普利天在阿拉伯外加的情況下 是要稍微跪一下到城堡時代 才會具有優勢的一個工兵文明 好 那一家的道特 趕快去衝到後方 去抓些村民 玩偶的村民被抓掉 這裡要為死 有點為死一晚了嗎 好 那現在內扎的 靈魂 緬甸人 每次你還有名字我覺得蠻好笑的 好 緬甸人這邊應該是要打飛鏢起兵喔 靈魂導師 我們來是要打飛鏢 好 歐喲 HERA這邊是按了幾隻工兵 果然來壓制了這些資源點 下方這邊拆果子也是趕快往後走了 好 單射箭場出工兵 沒有問題 趕快撒農田 好 後方的七隻肉馬 開始把凱南克 道特這邊的肉馬給驅趕回去 那這邊 Viper跟那家的高棉 現在稍微被道特給救了 道特這邊大局官還是不錯的 那這裡是不要太去理對手的 這些哥德的村民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邊就是想要往前推 然後去蓋TC TC爆你 所以道特的防守方法很簡單 只要在這個TC的周圍 蓋下房子 他就不能隨時蓋TC了 他不能蓋TC的話 TC爆就沒有辦法成立了 好 現在資源點全部封鎖 這裡再補一個防護場 這樣才可以補TC 蓋下了飛鏢奇兵 準備要來蓋城堡了 這裡YO 趕快爆一堆法蘭克的肉馬 送一下家裡 Viper直接直衝YO家 DESOPIA 肥龍趕快來救一下YO 好 這邊高地要怎麼打呢 這裡 洛馬一定要先上高地喔 把他們趕出高地喔 繼續追 好 洛馬一定要先衝上高地 才行 好 肥龍 不是肥龍 肥龍YX之間決定繼續TC爆 壓制在後方 道特這裡的位置 村民又被抓掉了幾次 好 但這個TC只能稍微 空到一點農鐵喔 大概兩片鐵而已 大概兩片鐵低掉就行 上面這個進化沒有空到 是一大敗筆 好 兩邊都在互打 那現在看到 飛鏢奇兵總秒出關 團戰之鬼 好 這裡是15隻公兵 內加的YO 法輪克人 洛馬繼續按 但是實在上可能要思考一下了 因為洛馬再繼續按下去的話 生實在會有點 沒有辦法升上去 好 法輪克人 道特這邊也是稍微出一些兵 好 這裡有一隻公兵 沒有抓掉 好 要拉村民直接去扁嗎 拉村民直接扁了吧 娃娃直接點掉了一隻村民 想要再點掉一隻 兩村有機會 哇 點掉村民還可以走 HERA的手術還是很可怕的 好 下面再打 這裡也再打 飛鏢奇兵現在很難纏 哇 現在LYX 被這一隻公兵掃到 生火無法治理嗎 唉唷 直接一個回頭反擊 瞬間拿下 OK 那這邊趕快 敲破更多的房子 將城鎮中心 才可以再繼續往前蓋 那現在如果要蓋 新的城鎮中心 還需要石頭 割的人要被迫挖石頭 所以要遠程採礦 才可以補新的城鎮中心 好 上方這裡有破口 被打出來了 買盆的公兵 開始壓制進去YO家裡 YO家裡 還有點生活無法治理的狀況 肉馬已經全部送掉 這一坨肉馬 剛剛是怎麼送的呢 我們倒回去看一下 好 我們把畫面掃移掉 好 這一波 大開戰 YO這邊想要上前 VIPER在後面 頸椎在後 比索比亞 直接被打 被高免的肉馬追著跑 想要包起來打 但是YO在後面的肉馬 直接被VIPER全部射光 原來是這樣送光所有的 自己的肉馬 這個沒有辦法 VIPER這邊的壓制力更好一點點 而且肉馬數量也更多 怪歐損失了所有自己的肉馬 轉出了瞭望塔 稍微做防守 點下了城堡時代 等等出奇兵 就可以稍微反打一下了 好 這時候到達法蘭克人 也轉出了騎士 好 看一下Hero Hero這邊也順利升到了城堡3 那這裡要補射箭場嗎 還是 對 還是要補射箭場 那如果不補射箭場的話 就可能是 單TC轉帝王時代的打法 單TC束帝王轉強奴 然後這裡補射箭場的話 是稍微還是要去出奴兵 去壓制一下 因為對面緬甸人 還是有這個飛鏢騎兵 沒有奴兵的話還是有點難反打 好 那就要來看一下 緬甸這裡可不可以1打2 或1打3了 1打1的話 是絕對救不了這場比賽的 好 哥德爾這邊 終於把這些房子敲掉 但是沒有辦法去蓋TC 因為他這邊只要一把TC 一刪除掉 這些騎士就會去 上這些村民了 所以一定打不贏 所以這邊是沒有辦法直接硬打的 好 現在有二級騎兵鎧甲 到此直接 鎖斷拉出名 手撕城鎮中心 然後直接硬血解掉 好 殘血的騎士要拉走嗎 繼續砍 壓制 好 這時候Hera出發了 奴兵升上去二級射 看他自己說 一手VR 壓制一下Viper Viper這邊是三射箭場嗎 雙射箭場 弓兵怎麼那麼多啊 36隻 好 時間來到23分鐘 好 這看起來是完全沒有斷弓兵的狀況 好 到此這邊繼續補騎士 騎士的數量真的是多 而且一直在吸引這些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可能快要爆了 後面飛鏢騎飛 3-3來遲 好 應該有機會擋得住喔 好 這裡拉幾隻騎士 哇 最終TC沒有順利拆除 騎士趕快去追逐飛鏢 飛鏢打一下村民 收村 哇 現在飛鏢騎兵的威瑟力來了 拉打騎兵傷害非常高 完全打不贏 這就是團戰之鬼 攻擊速度快 傷害又高 雖然打得有點歪 但是騎士貼上來 就沒有命中率的問題了 好 上方攻兵 現在變成Viper 來追如肥龍了 聽說你剛剛升級很快啊 但是我現在有升這個射程的優勢 現在飛鏢要對攻兵對射 其實相當不利的狀況 好 ハラ這邊是開始拉攻兵 去壓制免電 免電家裡狀況是有點慘 木頭穩定不太穩 左邊這裡要趕快去挖木頭 後面這裡的木頭被控 好 塔套這邊稍微過來 看一下這裡的狀況 保護一下ヘラ 但這裡只有少量的歪歐的騎士 好 ノヘラ的騎士 趕快上前聚集在這個位置 想要跟飛龍一起包夾 Viper的攻兵 但是塔套這裡有注意到嗎 Viper可能要被包夾了 好 伊索比亞這邊要找機會往前 好 開始走A 好 再走A 繼續走A 但是數量上沒有集結 Viper應該不會輸喔 這一波看起來是中國團隊在進攻 但Viper其實還沒有輸 好 這邊再繼續射 喔 再三隻騎士過來 可能就要輸了 完了 那等一下趕快先射後方的 攻兵會比較好 好 那這裡直接送掉 空了 還有啊 這一波直接殺到YO家裡 YO家裡的騎士像被亂串 塔套這邊城堡是在清奇兵沒有升級 呃 清奇兵有升級 錯 好 清奇兵有升級 應該稍微能擋 但是飛鏢騎兵來了 這一波包夾看一下 好 先打後方的工兵 但是肉麻上前還是要先打肉麻 騎士直接擋住肉麻 往後衝後排 工兵這裡把不贏 直接去抓村民 判斷相當正確 多抓幾村 經濟就會很好 殘血的抓掉 飛鏢騎兵解掉了這一坨 OK Viper後方也被受到騷擾 好 現在Viper家裡有點尷尬 這裡拉了幾隻工兵 唉唷 殺到幾隻村民啊 現在塔套也錄了幾隻肉麻過來 喊了幾村喔 看起來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好 HERA這邊拉了一坨工兵 稍微幫到達手下家裡 看這個城鎮中心應該是快要掉了 中間這邊哥德爾還在大千襲 好 伯利典 這裡是繼續出工兵 那13TCKANO 沒有要單TC速帝王喔 兩邊都是打一個非常穩 不想給對方留後路 因為單TC速帝王 算是一種大招快攻 這個戰術是實戰上會有 但是穩定性並不是很好 因為不確定因素太多了 例如這個隊伍的搭配 跟隊伍的進攻時間點 還有針對性喔 會先打誰喔 那如果單TC速帝王 很容易會被對方直接一波剿滅掉 然後就變成一個廢人 因為沒有經濟力量 可以繼續支撐第一坨兵團 VIPER這邊是開始防守 YO這裡有非常多的騎士 現在靠自己的奴兵是擋不住的 飛鏢騎兵已經衝到了後排 飛鏢騎兵擋不住工兵 射程的優勢 下方這裡飛鏢騎兵繼續四處打架 到頭這邊轉出了騎士配聖旅 後面單位趕快壓 這個緬甸的是一打二啊 好這裡YO開始爆騎士 數量越來越穩定了 十九隻騎士了 現在巨樓戰隊開始呈現烈士狀況 通過團隊這裡越來越順風 看一下伊索比亞後方 伊索比亞這裡 欸還是有做到點事情喔 好 但飛龍這一波工兵應該是要被抓掉了 少量騎士就可以把這一坨工兵給拿下 但是Viper家裡的工兵數量不夠多 會有點危險 要不要這一坨回家防一下 這個要繼續追嗎 其實不要追比較好欸 這個靠騎士去追就好了 工兵趕快回救 而且這一坨已經知道左邊有一坨工兵 可能會先解決到左邊這一坨工兵喔 各個擊破 是YO這邊的想法 完蛋完蛋 這一坨工兵 被吸引掉了 趕快 騎士過來擋一下 上方的工兵趕快來救 這一坨工兵能夠全身而退嗎 好像可以 騎士來了 後方的工兵也要來了 YO第一時間沒有辦法抓掉 Viper的落單工兵 現在中國團隊的村民數明顯落後 現在是巨龍戰隊344村 對上中國團隊227村左右 這邊兩邊工兵對手 Hera這邊也來幫一下Viper 這邊Viper Hera已經點下帝王時代囉 3TC速帝王 後方這一個大戰一觸即發 後面飛鏢騎兵在高地高打地上 非常的疼痛 YO的騎士直接殺出重圍 哇YO這波騎士數量是真的多啊 Hera在上方想要擋住肥龍的工兵團 Viper的工兵團已經被肥龍點光了 左邊YO是直接用騎士 直接正面移一樣 Viper的工兵又再次倒下 團戰之鬼 黑鏢騎兵擊殺的單位非常的龐大 好 DOT這邊也來過參加喔 打一下團戰 這邊4v4 喔沒有 4v3 中國團隊只有3個 3加打4加 團戰之鬼好猛啊 還在輸出 哇哇哇 打不贏打不贏 團戰之鬼怎麼打 哇哟這裡 騎士報的數量也是真的很多 OK 那現在Hera升到地獄時代 趕快升級化學 三級射 強奴最後升 OK 直接支援夠 三級射化學強奴 三個一次升 好 那升到地獄時代的強奴飛鏢騎兵的影響力 就會稍微下降 因為待會會被強奴秒殺機率會很高 那緬甸到地獄時代的話 只有這個安息人戰術可以研發 工兵鎧甲非常弱 那飛鏢騎兵到後期的影響力 就會開始變變轉弱 到了後期 可能就是要飛鏢配弱 或是飛鏢配大象 會比較適合緬甸人 後期終極的配兵打法 那當然也可以配一些僧侶 如果手速夠的話 雖然他的僧侶科技半價 在團戰來說 要操控這麼多單位有點不切實際 好 這裡騎士數量 來到了35隻 團戰之鬼 哇唷這裡是沒有要升必龍時代的意思 繼續抱騎士 穩住戰線就是唯一希望 繼續抱歐戰隊呢 這邊是且打且退 用空間換時間 但是來到了家裡這門口 還是要上前應戰 最近只要一傷到經濟 就沒得彈了 好 這裡一波騎士上前 後面viper 這一波工兵很關鍵 直接包到了後方 點掉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 飛鏢騎兵只剩下18隻 但是後排歪後直接衝鋒一波 這一波一定要把塔套給打殘 不然待會有大量的 一吃月農田的重裝騎士衝過來 好 這一波趕快防守 那道德這邊要來救一下隊友嗎 現在隊友已經快沒有呼吸 上方的騎士 好像要被塔套一個人擋住了 哇 塔套的防守能力真的是穩啊 好 右邊重裝騎士往前 塔套這邊要趕快速升遊翔啊 好 資源量不太高 先點一下騎士精神 還有三攻 好 家裡這一波 就是由高敏制止藝人手下 YO這一波騎士已經全部送光了 YO這邊沒有辦法升到帝王時代 高敏這邊帝王時代也沒有補 兩邊都在全力暴兵防守 所以YO有點算是遇到了全面暴兵的內夾 兩邊都是全力暴兵沒有升帝王 所以高敏才守得住 好 這邊VIPER帝王時代也還沒有補下 這邊繼續奴兵往前壓制 好 等於下面兩家 利用時代動機升上去 有時代上的優勢 好 這一坨工兵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中國團隊還能再戰嗎 好 後方的工兵開始輸出 好 這裡繼續打 好 YO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GERO戰隊 拿下比賽的勝利 看起來肥龍這一波沒有辦法用槍武擋下來 哇 這個團戰之鬼啊 最後也被槍武給射光了 槍武真的是打緬甸的飛鏢騎兵 非常好打的一個單位 OK 那這場比賽的關鍵 應該是在前期的LYX 這一個哥德大招 十三村黑暗時代TC爆 當他這個失敗之後 馬上就輸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這種開稿戰士穩定性很差 真的是用越多次 越不穩定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重推 3TC防守反擊 或是一些正常的營運開打方式 你的勝率穩定性 才會慢慢被提高 這種大招用久了 這個勝率還是始終不穩定 可能有幾次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橫果一樣 這個節奏帶得非常好 一直贏 但是遇到更強的對手之後 就會發現這種大招 使用性還是會稍微下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道德這邊是拿到經濟上升力 經濟型的道德 比他打這些特殊戰術跟開稿打法 都還要更穩定更強大 道德真的是 經濟型打法的始祖之一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到這邊